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已经揭晓了 由John Whitmire 他将会成为我们休斯顿第63任的市长 那么这是一位已经高龄74岁 也不算高龄了 就是现在已经是74岁的候选人 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他的对手 就是国会女议员Shila Jackson Lee 而John Whitmire他所接手的市政 这个财政前景说实话并不漂亮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位置 一个完全没有麻烦的一个市政 等着他接手 事实上在经济方面在财政方面 这休斯顿来讲的话是有蛮大的挑战的 而Whitmire他不确定 现在我们美国这第四大城市就是Houston 到底所面临的财政挑战到底有多大 我们在休斯顿在今年2023年的这个预算是57亿美元 现在呢预算又往上增加了大约10亿美元 已经达到了62亿美元了 所以在未来在John Whitmire在他接任市长之后 不光只是在财政方面 这个同壳子讲话的这一方面 他会要面临的困难 事实上和他一块工作的其他的 市府的重要的职位 包括了county里边的职位 和他可能都不是那么样子的协调 因为呢其他职位包括了 已经当选即将要上任的 新任的省计长Chris Hollins 还有Harris County的George 法官Lina Hedego 那么和Harris County的专员 这是Rodney Ellis 他们其实在这一方面 在选举方面支持的都不是John Whitmire 他们都支持的是Shellar Jackson Lee 所以在目前的话 Harris County在即将接任第63任 我们休斯顿市的市长的话 接手之后 施政方面和财政方面 看起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美国其他方面的新闻 那么看到呢 在现在总统拜登表示 是愿意在移民的政策上向共和党 要做出一个重大的让步 来换取共和党支持 对乌克兰还有以色列的 一千多亿的援助方案 根据报道 华府对乌克兰的援助资金 到今年年底就会耗尽 再加上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即将访问美国 因此白宫也急需和国会共和党达成协议 通过这个1105亿元的拨款案 官员说呢 拜登和泽伦斯基会面时 会讨论乌克兰的迫切需求 还有美国在这个关键时刻 继续提供支持的重要的意义 目前呢 民主共和两党的谈判 对于就是拜登提出的千亿元方案 在参议院停滞不前 那么没有任何的进展 预料白宫这个礼拜会积极的介入获悬 而代表民主党参与谈判的参议员 Murphy形容 当下是他从政以来面对的最危险的时刻 那么另外的话 消息也透露 白宫现在愿意在几个方面让步 包括或会收紧难民庇护制度 申请人必须通过初步的筛选 才能够进入随后的程序 而华府也愿意把一些国家 指定为安全第三国 还有收容等候结果的匹护申请人 这个联邦也会把快速遣返令 由边境的这些州扩大到全美国 也就是说某些无证移民 就算他们转往其他的州 也会被当局迅速的缔解出境了 接着呢我们再看到呢 就是最新的民调显示 现在前任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 暂时以微弱的优势 领先现任总统拜登 在明年的大选 如果现在展开投票的话 那么支持拜登的选民会比较少 不过统计也同时发现 就是如果川普因为他的刑事案件 而被裁定有罪 那么现任总统拜登的胜算 就可以超前了 好接着我们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我们先看到呢 就是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 告诉媒体 在中美两国领袖11月同意 让双方紧张的关系回稳之后 现在华府考虑要提议和北京 建立飞弹发射通知机制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个月在加州会面时 决心解决包括武器控制和防止 核武器扩散等重要的议题 同时也指示各自的高级官员 采取后续的行动 而这名美国高级官员则告诉媒体 华府是希望在明年初和中国举行武器控制会议 在目前美国政府内部的考虑中的具体措施之一 就是飞弹发射的这一个通知机制 那么这名美国官员也驳斥在中国方面说 美中在推动这些措施前 必须要先建立彼此的信任 他说美中应该采取像是建立发射通知机制的初步 建立信心的措施 以力创造出这一种信赖的关系 另外又看到美军有一架F-16战机 就今天在韩国进行训练 结果飞行途中发生了紧急的状况之后坠毁 那么不幸中的大幸 机上的飞行员紧急逃生之后获救 目前情况稳定 美国空军发布声明 表示这起事件在南韩首尔 今天早上发生在黄海的上方 失事战机隶属第八战斗机连队 飞行员弹射后 由韩国方面的人员救起 意识清醒 状况稳定 飞行员已经被送回基地之后 将会接受进一步的评估 下边呢 我们再看的这是 再来自华盛顿的消息 媒体在昨天披露 数百名哈佛大学的教职员 签署了一封声援信 力挺自家的校长 那么校长盖一 先前他出席国会听证会作证 在校方如何看待 反犹太主义的证词上 他模棱两可 结果引发了外界的批评 在现在呢 这一封支持他的信件内容 那么盖一 先前和也是美国长春藤盟校 就是Avilek之一的 宾州大学校长等人 在这个月五号 出席国会听证会之后 那么这个宾州大学校长 也受到了严厉批评和政治压力 而他在八号就已经请辞了 从加萨爆发了冲突以来 针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仇恨攻击和 这种攻击性的言论 也不断地在增加 引发了有关美国言论自由的界限的辩论 而支持盖一的信和国会听证会 这些都是在这种情形下的一个产物 接着我们看到 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报道 一群投资人已经提出 要以58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美国的百货巨部 Macy's 梅西百货 在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 专门从事房地产投资的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 现在提交以每股21美元 收购梅西剩余的股票提案 那么根据了解 尽管百货业受到网购兴起 购物中心的衰弱和后来的 COVID-19疫情冲击 但是投资者还是认为 Macy's 在公开市场的价值是遭到嘀咕了 好 我们最后看到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昨天说 这个礼拜他是不会在纽约的法庭作证的 原本他预计第二次出庭 证明他旗下公司并没有为了争取更好的融资条件 而浮报资产价值 由10月开始这起民事诈欺的审判 也是川普再战白宫时 面临的多项法律挑战之一 川普在11月是第一次出庭打多 避免直接回答问题 而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抱怨不公平的待遇上 现在呢他则表示就是对于涉嫌浮报资产价值案的第二次开庭 他宣布不会出席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接下来焦点将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我们继续关心来自国际方面的重要报道 在我们国际方面的新闻 我们的一个还是先看一下加萨方面的报道 在加萨走廊和以色列交战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哈马斯在昨天提出警告 除非满足他们的要求 否则是没有人质可以活着离开加萨走廊 他们并且扬言要持续抵抗野蛮的占领者以色列 以色列和哈马斯为期一个礼拜的休战协议 12月1号破局 休战期间 哈马斯释放了手上105名人质 其中包括了用80名以色列人换取240名被关在以色列监狱的巴勒斯坦囚犯 以色列则在9号的时候说 还有137名俘虏被扣留在加萨 其中获选的卡达则说 仍然在努力协商取得新的休战协议 并且让更多的人质获释 不过也警告以色列 连番轰炸正在缩小取得成功结果的窗口 另外在现在联合国大会193个会员国 可能就在12号会针对要求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运动哈马斯集团 立即人道停火的决议草案要展开表决 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加萨走廊立即人道停火的决议案 是在9号遭到美国否决的 联合国大会在10月曾经以121个国家赞成 14个国家反对 44个国家弃权通过了决议 要求的是立即持久和持续的 人道主义停火 从而促成停止敌对的行动 好 下边我们再来看COP28的消息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的主席 贾比尔就在昨天敦促各国迅速解决有关化石燃料协议的起见 并且表示失败并非选项 那么杜拜COP28的峰会预计在12号就正式的落幕了 贾比尔则敦促将近200个与会国家要展现弹性 迅速行动 找寻共同点 而据传主要产油国沙布地阿拉伯和高度仰赖煤炭的印度 是这一次COP28同意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主要障碍 而在国际能源总署也在昨天说 目前为止在COP28气候峰会许下的承诺 只够让2030年前必须减少的能源相关温室气体排放 这个排放量降三成 国际能源总署在报告中说 虽然这些承诺对于处理能源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正面进展 还是远远不足以让世界迈向达成国际气候目标 尤其是把全球暖化上线 定在设施1.5度的目标 国际能源总署评估各国政府和油气产业 在杜拜峰会许下的承诺 这些是不具约束力的承诺 包括让再生能源在2030年前成为现在的三倍 能源效率变成两倍 并且大幅的削减假万排放量 根据联合国气候机构 现在已经有130个国家 在这一项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承诺上签字 里边包括了美国在内了 那么在这一次是COP28 正在杜拜举行 公布的一份草案也提议 明年就要加一了 变成COP29了 气候峰会将会由亚赛拜人主办 时间将会是在明年的11月11号到11月22号 草案还提议巴西举办COP30峰会的时间 会定在2025年就是后年的11月10号到21号了 好 接着我们看到一艘菲律宾船只和中国的海警船 在据主权争议的仁爱暗杀附近发生了碰撞之后 美国也在昨天呼吁北京方面停止在南海 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这个行为 菲律宾和中国是针对在稍早发生的事件 也是相互指责 马尼拉则说其中一艘菲律宾船只 被中国船只撞击 不过中国海警则指控菲律宾船只无视多次严厉警告 故意碰撞中国船只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东京的报道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最大派伐安北派 爆发了政治现金募款参会申报不实的疑云 除了传出安北派核心六名干部涉案之外 又在昨天传出了前奥运大臣 现任参议员乔本胜子现在也涉入了 所以安北派大咖涉政治现金的疑云 现在雪球越滚越大了 好最后看到雪梨的报道 澳洲政府希望能够彻底的改革 目前崩溃的移民制度 所以呢就在今天将会紧缩 对国际学生和低技能工人的签证规定 那么未来两年内移民人数将可以减少一半 澳洲政府这项决定是在预估2022到23年 净移民数字达到创纪录的51万人高峰后 所做出的 那么在澳洲呢会发布正式的新版移民政策 澳洲内政部长在发布前的一份声明中说 是夜以继日的工作来实现澳洲移民体系的最佳平衡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让我们先在这收集一下 然后我们再带给大家 接下来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第一个看到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明年中国经济工作要稳中求静 以静促伟先利后破 分析也认为这是明年政策将继续扩张的讯号 经济成长率目标可能会维持和今年相同的5% 来自上海的消息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势8号举行的会议 也分析研究2024年的经济工作 那么强调要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那么也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另外呢 在专家也预测 中国11月份新增贷款 可能会大幅的增加超过去年同期 这一预测主要是基于中国人民银行近期为了缓解经济低迷 提振民众对中国经济信心和刺激社会需求而推出的系列措施 这十多名的经济学家 他们估计中国银行业11月发放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净值 大约在1兆3000亿元 远远超过10月份的只有7384亿元 也高于在去年同期1兆2100亿元 人行的行长潘弓胜也在近日说 人行将会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推动役后的经济复苏 不过他同时敦促有关方面要进行的是结构性改革 降低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 还有房地产业的依赖的程度 为了要刺激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在最近几个月已经下调了部分贷款的利率 向市场注入更多现金 中国人民银行的做法和欧美这些经济体的做法 导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国家为了要阻止通货膨胀 还坚持的是执行货币紧缩政策 大幅度提高了基准利率 不过在人行方面 则是反向操作 下边我们再看 这是在2022年 现在统计出来 中国31个省的人民 平均可以支配收入 上海是 第一名则是上海 它可以支配的是 79,610元 远远超过全中国平均的 36,883元 这项统计在2022年中国 31个省的人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 另外也列出了31个省的人民众的平均财产净收入 北京和上海是为二破万的城市 分别在北京是12,418元 而在上海则是10,741元 接着我们看到这是房地产方面 现在中国首席的经济学家来自野村的陆挺 他近日分析 到了2024年的上半年 房地产行业还是不能够说已经触底反弹 但是全年有机会出清了 陆挺指出 保交房很难依靠商业银行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 必须要由中央政府出面 陆挺是在媒体交流会上 做了上述的表示 他认为房地产面临两个负向循环 一个就是保交楼和卖房的负向循环 地方政府卖地和地方政府支出的负向循环 另外在这里也看到 这是碧桂园 这是地产商 现在来自这个消息 看到是他是负债累累 今年的半年报则显示 他净亏损人民币515亿元 他的流动负债则达到了1兆2000亿元 长期负债867亿元 而且很难偿付他境外的债务 碧桂园的董事局主席杨慧言 日前则说家族是一定会砸锅卖铁 来支持公司的 不过碧桂园负面消息一直不断 现在美元方面的美债已经实质违约了 因为碧桂园在8月8号公布 两笔美元债票息并没有在8月7号支付 接着我们在新闻方面则看到 又有官员被查处了 这个是来自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消息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元副书记李鹏欣 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在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 还有监察的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 今年63岁的李鹏欣 那么他长期在青海省工作 由中共的青海省玉树藏族制至州至多县 多彩公社党委秘书 一直升到了共青团青海省委书记 那么在现在则因为严重违法 现在已经在接受中纪委方面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接着我们在新闻方面呢 下边则看到的就是在气候方面 在中国的北方 在10号起出现大范围的降雪 北京也在礼拜天的晚上迎来了今年入冬后的初雪 根据在气象部门预告 在现在的话经过一夜降雪之后 礼拜一北京就有许多道路 就因为积雪而导致交通严重的拥堵了 最后则是香港的报道了 我们看到香港官方公布 12月10号所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地方选举投票率 是27.54% 也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以来的最低水准 香港区议会选举官网的数据显示 这次选举一共超过了119.3万人投票 带给大家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下边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我们继续一同关心 来自台湾的最新报道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参议院总统在今天接见世界医师会会长 阿尔科德玛尼及访团 总统表示 世界医师会长期以专业公正的立场 致力维护全球医师权益和卫生安全 他并代表台湾人民 感谢世界医师会长期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世界卫生大会 总统指出 在今年5月WHA开幕之前 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也前进到日内瓦 和世界医师会合作 举办紧急医疗论坛 他相信以台湾在医疗卫生的成就与能力 一定能与更多国家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医疗环境 要为全人类的健康带来更多正面能量 总统说 那么台湾会持续发挥 台湾CanHelp的精神积极为全球 卫生安全贡献心理 那么在这几年的疫情期间 台湾展现了医疗工卫体系的韧性 也跟我们全世界分享了我们防疫的经验 台湾也跟友邦国家分享最擅长的医疗专业 以及工程技术 一起改善友邦人民的生活 提升我们卫生医疗的环境跟品质 总统期盼世界医师会 能继续在国际上为台湾发声 也感谢台湾医师工会全联会 担任政府和一届的沟通强梁 协助推动各项的政策 他并且期待区联会 能够持续拓展一届与国际社会的交流 并且藉由这次的交流 为双方未来更多的合作 打下更深的基础 媒体报道指出 中共策动我陆军现役军官驾驶军用直升机 投共遭到减掉破货 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 国军一直在强化保防教育 也主动察觉许多个案并且移送法办 邱国正并且指出 移送法办一方面为了公允 也展现国军不吃饭不隐匿的作为 另外一方面 国军更会同步进行损害管控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要有这种内案的话 国军的做法一定是第一个 不会讲到长师 品额不报 因为这对知识体大 好 一定交给法办 那其他同步损害管控 我们也会不断在同步在做 而关于我国乡美国采购F-16V叫机的 骑程可能延后的报道 邱国正表示 此案有部分的内容可能受到原物料因素的影响 但是整体的期程并没有改变 2026年购买的66架战机都会交付 立法院国防委员会邀请邱国正报告 并延长配套与整备现况 报告指出 预判明年义务役将征集9127人 在1月25日入伍的首批新兵600人 各单位也已经完成了银舍的修缮 武器装备 弹药筹布等作业 并且备投福利待遇等相关的配套措施 2024总统大选在今天进行了号次的抽签 结果一号是柯颖配 二号是赖肖配 三号是侯康配 民众党总统参选柯文哲表示 身为习一 他没有很注重抽到几号 反正就是号码 而民进党副总统参选肖美琴则是喊出 美得双拳 稳健向前的口号 而代表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谊抽签的侯伴发言人李立真 则是高喊总统票头三 做你的靠山 而大选逐渐的逼近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肖美琴 在今天前往新竹参访台积电创新馆 争取科技选票 他表示 新竹是台湾科技的重镇 也是世界的重镇 他在驻美期间适逢百年大亿 面临全球供应链整合等挑战 许多国际盟友都相当注重台湾科技产业发展的永续性 美国不少的国会议员跟政府官员抵台时 也都指明要到新竹台积电创新馆参访 以了解台湾如何能够维持竞争力的强项 而对媒体问道 台积电赴美投资设厂 遭到质疑恐怕让台积电变成美机电 肖美琴则是表示 台积电第一个字就是台 台积电永远都是台湾的台积电 在全球市场占有更关键的角色 国人都引以为傲 另外对于108克刚在近来引发去中化的争议 肖美琴表示 克刚当中能够看到很多台湾新世代养产与世界接轨的信心 这也是台湾教育体制努力的成果 另外针对民进党总统候选赖清德外里老家被质疑是违剑 而且没有缴税 赖清德在日前谈到老家违剑争议的时候一度是哽咽落泪 国民党政府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赵少康 在今天中午接受奇摩网络节目《今天谁来配专访》时表示 赖清德只要把事情讲清楚就好不用哭 侯友宜说 诈骗受害者很多 如果要哭应该为这些人哭 侯友宜之前提出开放陆生陆克引发绿云的批评 侯友宜在今天再次的表示 她的立场是亲美和中 并且依照现行的办法跟对岸交流 连岸要沟通才能够降低风险 侯友宜说 民进党也赞成陆生纳保 连岸观光交流 她也呼吁不要操控意识形态 另外 妇女薪知基金会发起了2024大选性别证件问卷 提出了九大证件提项 包括缩减性别薪资差距 改革劳动职场法规制度 改革低薪高工时等 邀请各政党回应 并将对外公布 供选民来解释 妇女薪知秘书长秦宇荣表示 针对这次的大选至今只有个别总统候选人公布竞选政见 尚未看到政党提出整体的政见 他们希望透过这份问卷 让各政党能够关注性别的议题 而目前已经收到民进党 国民党 民众党 时代力量等政党的回复 之后将举行记者会公布各政党的回应供选民参考 秦宇荣并且表示 研究显示 女性因为长期离开职场的几率远高于男性 僵化的公使制度相当不利于性别平等 因此他们提出推动如长照安排假 弹性亲职假 以及有心家庭照顾假等 满足弹性请假的需求 让女性不用一再承受请假扣薪 甚至是丢工作的损失 移工团体在10号上街游行 抗议仲介剥削 并且要求指聘 同时因应移工失联问题 监察院发表新书 依询在台湾没有身份的人移工为什么要失联 认为移工失联是因为工作遭受到不当的对待 薪水太低 也希望摆脱被管制24小时无休的生活等 劳动部长许明春在今天出席2023亚洲技能竞赛代表团颁奖 点点时受访表示 除了会精进执聘中心的功能 降低移工的债务之外 移工反映遭受不当对待或虐待 他将要求同人亲自了解追究雇主的责任 他说 那另外当然在游行过程中我也听到有一些移工 现身说法 他们有受到一些不当的对待 那我也交代我们的同仁 一定要亲自去了解 我们对于这些不法的仲介 或者是涉及人生虐待的雇主 我们一定要来了解以后 他们追究相关的责任 这是政府应该要做的 许明春并且强调 劳动部将会持续加强宣导移工 如遭遇到雇主不当对待 积欠薪资或仲介超收费用等情形 可以立即拨打1955专线检举 也将持续运用LINE疑点通 发送工作权益法令资讯 畅通移工申诉求助的管道 主义总处在兼公布了最新的薪资统计 10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信薪资平均是 45564亿元 年增2.31% 累计前10个月实质总薪资为负0.87% 为近7年同期的首度负成长 而其中10月制造业受雇员工人数年减4.8万人 创下14年来同月最大的减量 但是加班工时已经连续4个月成长 主义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陈慧心分析 去年全球受到景气趋缓的影响 加班工时积齐较低 所以制造业是否转好还有待观察 但可说有慢慢的改善 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 在今天出席数位产业书主办的 2023可信任AI国际研讨会的时候表示 为了因应生成是AI带来的挑战 日前数位部推动成立AI评测中心 确实希望让这些人工智慧能够达到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程度 同时唐凤也强调 未来数位部也会结合英国美国等单位组织 让生成事爱可以透过评测的方式 揭露哪些人工智慧擅长于哪些应用领域 而非万能的工具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